各位,昨天說到,只見對面的一座假石山上,突然啪啪兩聲,有兩個人跳了下來,其中一個人向呂絲尾撲過去,另一個人接應招女,幫她解開招魂的穴位。 這兩個人伸手很快,盲元朝不敢嚇了一跳,向呂絲尾撲過去的那個人,生得臉黃骨瘦,在月光底下就像個殭屍一樣,呂絲尾一刀斬下去,只聽見撐了一聲,那把長刀竟然被這個人用手指彈開了。 盲元朝馬上說,師妹,你走開。 跟著呂絲尾一個細胸口翻雲,跳出一像之外,盲元朝又迎上去說,來者何人? 那兩個人一起舉起了一隻手掌,說, 說,孟大俠,你在江湖上面不是無名之輩, 梁必亦應該知道我們點滄雙殺吧。 說,孟元朝瞭眼一看,只見這兩個人的掌心,一個是燕紙那麼紅,一個是鑊撈那麼黑。 啊?真是點滄雙雙殺? 不過,孟元朝雖然說魏高膽大,不免有點心寒。 原來這個點滄雙殺,是雲南點滄派兩個最厲害的人物。 一個叫做北天丁,一個叫段壽世。 跟田南四虎是剛剛相反的。田南四虎是上茅相似的四兄弟。 那北斷這兩個人的出身上茅? 是,完全不同的。 北天丁是他的師父點滄上人,在點滄山裡撿回來養的氣嬰。 聽說,是山中野人和武元交配之後生出來的。 不知道是真的嗎? 但是他的相貌呢? 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馬鈴。 尖嘴喉腮,臉黃肌瘦。 立眼一看過去,十足像一個, 硬硬在病床上爬起來的病貓似的。 那麼這個段壽世呢? 他是大理第一名換段家的子弟。 段家的祖先,曾經在宋代做過大理國的國王。 大理國雖然很早就已經沒有了。 但是幾百年來,段家始終是田西最大的地主。 段壽西,他生得臉如貫玉,風度偏偏。 誰見到他,都說他是一個俗世佳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偏偏粉世疾俗,避入了新山, 拜點倉上人做了師父。 而且後來就變成了武林裏面, 每個人都見到他都害怕的大魔頭。 那麼十年來,他在江湖上面就出了名字。 每個人都知道,點倉派有一個段壽世。 北天雕段壽世這對師兄弟的上貌來歷, 完全不同。 但是有一樣東西是同的。 就是,這兩個人都這麼心狠手辣, 而且都練成了讀長的功夫。 點倉派,原本就隔在正派和邪派之間的一個中派。 這兩個師兄弟的行藏舉止,都特別怪過人。 孟元昭的師父呂壽坤有一年在點倉山採藥, 就曾經遇見過這兩個人。 當時他們的讀長功夫還未練成, 過了幾招之後, 就被呂壽坤用遠掌劈碎大石的功夫嚇走了。 但是呂壽坤也中了斷仇勢一掌, 回來之後病了一大腸。 聽呂壽坤說, 補天鵛練的叫做黑沙掌, 如果練成了, 就單憑掌力也可以開碑裂石, 這麼厲害。 斷仇勢練的叫做赤沙掌, 聽說比他師兄的黑沙掌更厲害。 補天鵛只是外公厲害, 斷仇勢勢還揭起內功。 呂壽坤當年是因為輕敵, 只是使遠掌沒用金刀, 才吃虧給他們。 孟元朝想起師父這番說話, 不由得驚起來了。 他心想, 點滄雙殺的毒長如果練成了, 恐怕我也很難對付他們。 不管怎樣, 我也不能讓小師妹冒這個險。 他想到這裡, 這件女師妹冷笑了聲, 哼, 我以為是誰, 原來是我爹手下的兩個敗仗。 補天鵛也冷笑了聲, 哼, 可惜你爹死得太早了, 要不然, 我今天就可以跟他決個高低報仇了。 裏師妹說, 你這個猴子精, 你這樣小看我嗎? 孟元朝說, 少師妹, 你已經贏了一場了, 這一場應該讓給我了。 他說完, 就走了個武林裡經常用的見面禮, 立起把刀大聲說, 家事不幸世世, 但是還有我在這裡。 兩位要報仙師一掌之手, 我願意替仙師接下來。 段壽世說, 哈哈哈哈, 孟大俠客氣了, 孟大俠早已經得了令師的衣撥真傳, 江湖上誰不知, 誰不知, 誰不知。 實不相瞞, 我們如果不是知道孟大俠你在這裡, 我們也不會來的。 孟元朝說, 那好, 就請兩位辭招吧。 女師妹說, 你們兩個打一個不公道, 師兄我… 小師妹, 這一場你就給我, 你不要插手。 卜天鵛說, 你怎麼樣? 你不怕死嗎? 那就來吧。 女師妹說, 師兄呀師兄, 你也聽到了, 是人家生氣我的。 孟元朝說, 小師妹, 你已經贏了田南四虎了, 剛才我也沒有跟你爭, 現在, 就只有我對付兩個人, 你也要跟我爭? 對了, 你去宋大哥家看看, 說不定他已經回來了。 女師妹, 嘟嘴說, 哼, 你想洗開我。 好吧, 這一場我就讓給你, 但我要在這裡跟你壓陣。 好, 且說, 田南四虎的大虎焦雷, 先頭沒有受到傷, 四虎焦雲的月位已經解開了, 加上現在又有點倉雙殺, 這兩座靠山, 膽子又大了。 焦雷說, 你這臭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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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一定送你回去西天。 博天鵰, 焦雷一眼說, 你這臭小子, 你這臭小子, 和我拉一二臉。 段壽世, 根本不理他們。 普拳對孟元超說, 孟大俠, 您一定聽靈思講過, 我們點倉雙殺, 一向是同進同退的嘛。 對方一個人, 我們是一起上, 一百個人, 我們都是一起上的。 段壽世也多精呀, 其實他都忌忌地孟元超, 因為孟元超出道不過幾年, 就名震江湖了 碟瘡伤了 也都听人家说 说孟元超的本事 不差得过他师父的 所以断仇勢 就怕单打独斗 不是这个孟元超的对手 个个招雷被卜天雕 等了屁股之后 他就不好意思 唯有和他三个弟弟 就灰溜溜就扔走了 孟元超他亮出金刀 两位 不用把我小师妹的说话 放在心里 请赐招 卜天雕 孟元超 你都赶着要投胎 好 那我就承传你了 他说完长臂一身 五指如钩 就要插孟元超 只见孟元超好像座山 文思不动 突然之间他阵臂一揮 金光耀眼 一招大鹏展翅 金刀打斜摄过去 这一招就好得准了 当卜天雕的独爪就要抓到来的时候 他力度已经减了几分 孟元超才是初始刀锋 这个就是兵法上讲的 避其昭睿 就几其无归 这个时候 眼看着卜天雕的一只手臂 就要断送在孟元超的刀下 突然听见段寿西 他赞了一声 好 那人就已经迫在孟元超面前 跟着一掌拍下来 他这一掌就好像轻飘飘 软奶奶那样无力 其实他是用了小天星的内加掌力 小天星掌力能够双其经八脈 他这一掌 又正是向着孟元超的胸口跑下来 如果被他打中 心脈一定震断 好啊 孟元超 他突然刀锋一转 跟着反手削出去 段寿西马上一个盆龙妖步 移形换迷 身形转到了孟元超的左边 孟元超闻到一阵血声味 原来段寿西的毒掌都发出来了 孟元超马上侧着那道气不呼吸 他混起完功 老实说 刚才如果不是段寿西及时出手帮手 博天鸟的手肯定没劲 当孟元超那刀反手去砍断仇西的时候 博天鸟也是二步换身 他避开了孟元超的刀 但孟元超那刀是攻守兼备 双方兼备的 他反手劈出来的时候 刀锋一声拉过 博天鸟虽然退得快 但是他的衣服都被刀锋削了一幅下来 博天鸟的火滚了 他大喝一声 跳起三杖多高 凌空扑下来 十爪齐身 向着孟元超的天灵怪又爪下来 孟元超马上一个缝点头 金刀盘头一舞 使出举火撩天的招数 同时刀锋铁掌 一掌向段仇西打出去 他使的正是师门绝技之一的院长功夫 他的师傅呂寿昆 就是以金刀院长出名 段仇西知道院长功夫厉害 他不敢硬攻 立刻变了招 博天鸟见了一泊泊不中 就在半空中打了个关斗 就打下来 落在孟元超右边 跟段仇西一起来夹攻孟元超 这几招真是险过剃头 看到呂思美和雲子罗都惊心动魄 几乎吐不了气 点仓相杀 一左又夹攻 来去如风 有如凌空而下 有时又贴地而来 真正是尽于怨后喘之 退若龙蛇侄暴 豈如英准冲天 退若猛虎破地 但见黑影彤彤穿梭来往 他们两个人就好像化成了几十个人 四面八方来夹攻孟元超 孟元超他很沉重应付 紧守门户 对方强攻也好 有攻也好 他都一样振静地对付他们 点仓相杀 见到攻不下来 他心就有点急 他们想 果然是厉害 看来只有独奖来取胜了 这阵子女尸未看得又紧张又欢喜 他想 怪不得阿爹生前提起师兄 总是赚到他什么 我虽然是女家的女 但得到阿爹这本真传的 还是师兄 我苦练了几年 以为已经可以赶上师兄 谁知道还差得这么远 你在假石山后面偷看的云子罗 也紧张得手心都出汗 孟元昭和点仓相杀 眨眼之间斗了几十个回合 孟元昭的刀法沉红轻折 对方的掌法虽然是厉害 但是在招数上 孟元昭是不会输的 避就避在 对方念的是独奖 孟元昭一定要运功预读 才能够应付 时间一长 他的刀法会受到影响 有点力不从心 这个时候 女尸就有点害怕了 他想 我的功力差师兄这么多 如何才能帮他呢 他心念一动 突然想起了一路 父亲教给他的快刀刀法 这一路刀法 是他父亲金刀女仇坤为了提防点仓相杀来向他报仇 经过了十几年的苦心转言 在晚年的时候才想出来的一路刀法 当时孟元昭还在苏州 所以只有女尸美一个人学会了这路刀法 没多久之后 他父亲就死了 这路刀法的要缺全靠一个快字 一定要逼近敌人身边 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 斩断敌人的手腕才有效 破到毒掌 女尸美记得他爹教他这路刀法的时候 曾经很郑重地吩咐过他 说一定要过了十年之后才可以用 女尸美就问为什么 他爹就说 因为这路刀法一定要有深厚的来工配合 这样才能埋到敌人的身边 而你现在这些功力 不是说埋到敌人身边 就算是对方毒掌发出来的声风 你都顶不住 十年之后 你一定要胆大心势才行 当时他父亲并没有说出点仓相杀的名字 女尸美只知道这路刀法是可以破到毒掌 由于爹说十年之后才可以用 所以他平时也没有怎么去练 现在他当然知道 这是他爹专为对付点仓相杀而练的刀法 但是后悔已经迟了 不过平时虽然没有练 而且还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现在只过了五年 也就是说 用这路刀法要十年的功力 他只得一半而已 如果冒险用这路快刀刀法去杀点仓相杀的话 或者根本就伤不了敌人 反而会被敌人的毒掌杀死 女尸美想到这里一时不知怎样好 他担搁游一望 只见孟元昭大汗淋来 女尸美见到这样的情形 知道师兄快顶不住了 他更加急了 师兄为了我们母女两个 几乎没了命 现在他这么危急 我又怎么可以就手旁观 就算被点仓相杀的毒掌杀死 我都要冒险试一下 他想到这里 他又在抓紧时间 趁着孟元昭还可以勉强支持的时候 一招一招地想起这路刀法 就在女尸美想起他父亲避传的那路刀法的时候 云子罗也想起他父亲所教的三招剑法 原来女尸美的父亲女仇坤 因为和云子罗的父亲云重山是好朋友 女仇坤和点仓相杀结仇那一年 他们还在一起 所以女仇坤曾经和云重山 切磋过如何对付点仓相杀的武功 他们两个人 一个是剑术名家 一个是刀法无敌 武功都不分上下 不过女仇坤因为东奔西跑 逃避清朝的緝纳 所以很难有时间潜心研究 故此云重山想出三招 一个可以黑敌点仓相杀的剑法的时候 就被女仇坤想出的那路刀法早了几年 那年云子罗才14岁 孟延超也未来到苏州 这三招剑法和那套刀法原理都是一样的 都是要速战速决的 但是剑法比刀法更狠毒 这三招都是刺向敌人的命门要瘀的 只要有一剑刺中 就可以破到对方的独弓 不过剑法虽然只要三招 其实每一招都有很复杂的变化 这阵子当云子罗想到要用的时候 也不禁有些后悔平时没什么怎么练 这不是最重要的 而最头痛的现在就是 他已经不想让孟延超见到他 他要承传孟延超和女尸美 如果孟延超见到他的话 怕影响了他对师妹的感情 那如果说到功力 他就不用像女尸美那样担心 因为他比女尸美大六岁 而他现在的功力 至少在半支香之内 毒气都不会伤到他 出去和孟延超见面 还是继续躲起来 但是如果不出去 又说孟延超会有性命危险 那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又可以出去救到孟延超 之后使孟延超又不知道是他救的 云子罗想了很久 有了 我有办法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听到女尸美说 师兄 我跟你一起杀敌 说完他又没起双刀 好像闪电那样扑了上去 在刀光疾闪里面 只听见卜天鵟 哎呀 一声 跟着就见了女尸美 忠忠忠地向后退了几步 原来卜天鵟被他一刀剃中了手腕 不过女尸美又被断仇勢跟着一掌推开了 女尸美说了都功力不足 他这一刀就斩不断布天鵟的手臂 反而被断仇勢一掌推开 女尸美即时觉得心口作悶 五臟六腑都好像要反转过来 各位 到底女尸美有没有性命危险呢 明天继续说